随着网络基础建设的发展 使得无现金社会不期而至 并迅速在全球蔓延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简单地进行支付 在中国支付宝和微信是两个主要的支付方式 它们和审查系统的关系也不言而喻 人民币同时也在慢慢失去它的物理形式 今天已经不再是机械复制的时代 而是进入了电子复制和数码复制的时代 毛出现在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的货币之上 渐渐也成为了一种所谓看不见的在线 它的肖像被转移成数字与符号 快速略过一个个电子终端机和服务器 履行交换价值的职责 如今 它再次站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之上 它将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吗 还是说会被取代 它是生在肯定的地方 年轻人数字幕 其他人的方式在用什么 然后再次站到一些表现 有点小物